第一步,先点Google Map 第二步,右上角头像旁边的麦克风点一下 然后找航道,找航道土层长根意愿 如果您上次用的是步行功能,它就会用步行 我们现在点左下角的回复上一页键 可以选择看是要步行,开车骑摩托车 开车骑摩托车,坐公车,或者是步行 甚至可以骑U-bike,步行的线距离最短只有850公尺 为什么?因为它两点之间直线最近 讲到中间,就是下面的三个按钮中间这个石井 点一下,它会要求你扫描周围的建筑物 不用包含路牌,来,我来看一下 哇,神速,马上准备好了 对面是海山高宫 然后这边是辛龙豆浆 所以,有看到,对面的路牌是雪谷路二段 所以,方向是往这个方向走 如果我转这边,诶,看哦,它就自动 只向左边,转这边呢,诶,向后 所以,我现在要往那边走 所以,我现在要往那边走 红灯呢,诶,它会提醒你 注意十字路口安全 哇,太妙了 如果,如果要看大地图的话 只要把荧幕放横 诶,马上还可以放大缩小哦 这样就不难了解了 然后,我只要再放纸 它又回到箭头导航 超大箭头导航的状态 从此不用害怕迷路 也不用再害怕 在当地一直转圈圈了 如果还是没有操作成功 以下是较有效的方式 一,用另一个手机观看视频 二,播放速度调整0.75 三,依照前面程序 再次操作 应该就可以了 祝愿您成功了 下回再见咯